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東莫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10月7號,香港新增8宗的輸入性個案 另一方面有消息指一名起香港機場工作的貨運工人初步確診 他居住的那一棟大廈將會納入強制檢測 在下則消息,特首林鄭月娥昨天發表了今屆政府任來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有媒體進行了民意調查,有1500多人參與 就是問在以下的施政報告措施當中,你最欣賞哪一項 即是只可以選一項 排名第一的是佔比有28.3 是維護國家安全推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 排名第二的有佔比19.3 就是提出北部都會區 將會提供大量的房屋單位 支援房屋短缺 排名第三的有佔比13% 是重組政府架構提升施政效能 也要提一提有3.3%的人士選擇了以上措施皆值得欣賞 而有1.2%的人是選擇了其他的 觀眾的理由覺得哪一個是最重要呢? 不過我覺得,我自己說 頭兩個確實是特別重要的 即23條和北部都會區 在下則的消息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就出席施政報告問答答會 當中就說到現在無法確定 香港和內地何時何日可以通關 但是一定有一段比較長的過程 他還說到即使通關也是逐步有罪 初期會設配額 沒有可能一次過開放所有綠路口岸給所有人 被問到有關於跨境學童的問題的時候 林鄭月娥就說 某一些機構反映可以在深圳找地方 讓到跨境學童聚集 每日可以去那裡上課 他目前已經要求局長楊潤雄去加緊研究 相信深圳市政府也願意配合 而他也樂意親自和深圳市領導商討安排 即是說有機會在內地開設那些臨時學校 即是幼兒院或小學 另一方面有立法會議員就關注 說香港政府會不會研究定立這個侮辱罪 例如那些獄警罪等等 引述有警員向他表示 說在沒有這個侮辱罪之下 認為現在上班是不夠尊嚴及不安心 也指近期也有一些因公殉職的警務人員被人嘲諷 希望政府盡快有清晰的指示 對此林鄭月娥就說 認同要認真研究定立這個侮辱罪 但是正在考慮這個適用範圍的 研究這個侮辱罪是否應該只是適用於公職人員 因為留意到新加坡近日就立法保障這個私人保安員 希望議員給更多的時間給政府研究適用範圍的 如果是只適用於公務人員的話 就會交給公務員事務局去處理 因為除了紀律部隊 也都要包括食環署、地政總署等人士 這裏的意思就是 獄警罪就肯定有 爭在會不會再有其他範圍的人 再下則的消息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天就在保安局網站發文 就說會全力支持施政報告 帶領核下的各紀律部隊 積極推進及落實相關的措施 他還特別提到打擊本土恐怖主義 保安局會繼續高度警惕 孤狼式的恐怖襲擊和港獨分子 以軟對抗的方式去進行鼓吹、滲透、激發恐怖活動 同時還表示正在爭取時間 盡快推展基本法第23條立法 期望在下屆立法會的會期展開有關的諮詢及立法工作 在下則也是好消息 香港中文大學的黑暴學生會今天就發聲明 說決定接納他們的學生會聯席會議提出的議案 正式解散 翻查資料前年黑暴期間 香港中文大學淪為這些黑暴的大本營 學生會當中在大搞洗腦展 又在美化黑暴引發市民的憤怒以及不滿 Simon自己覺得 除了佔領大學這些標誌性事件外 Simon最有印象的就是 他們特意宣揚在大學裏面搞對抗訓練班 而且是特意拍出來給你看 其實就是告訴其他人知道 現在就是要搞暴力 而且是光明正大地宣傳 這個就是這些學生會帶給我的印象 接下來是外國的消息 外國媒體就報導 法國就說可能會切斷英國某一些群島的電力供應 以施壓英國去解決圍繞法國漁船 佈留許可證的一些爭端 為什麼法國會生氣到減英國電呢? 根據2020年英國和歐盟達成的貿易協議 法國的漁船在獲得英國發放的 佈留許可證之後 可以繼續在英國的海域捉魚 這些漁民需要跟提供證據 證明他們在英國脫歐之前 曾經在同一個海域捉魚 但是英國方面因為沒有向法國的漁船發放許可證 而激怒了這些法國漁民和官員 簡單點說規矩是講好了 但是手段就是燈你波中 法國負責相關事務的官員還說 我們已經和歐盟的同行決定 在未來幾天之內 將會採取歐盟或者國家措施 向英國施壓 特別是在英國出口到法國的商品方面 簡稱制裁商品 他們必須要捍衛自己的利益 還說到例如我們可以想起能源方面的制裁 因為英國依賴我們的能源和出口優勢 最後他還說到 英國人認為他們可以自力更生打擊歐洲 那麽就夠了 Simon對這位官員最後這段說話的解讀 就是他會不會想說 英國人認為他們可以自力更生 不需要和歐洲合作 搞這些所謂的脫歐 甚至乎還想玩起歐洲打擊歐洲 現在歐洲人教你做人了 制裁你回頭 電你都沒得用 那當然這個是Simon自己的解讀 總結來說 大家回想一下 英國人自疫情發生以來 疫情英國政府不理 沒有有用 英國政府不理 沒得吃 手上又跟你說 我們不理 現在沒有電用了 真是自由的空氣 那在下一則的消息 今個禮拜初 美國的白宮表示 美國如果未能提高債務限額 將會對美國的金融體系造成不利後果 包括削弱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 和美國國債 美國的財政部部長耶倫都警告 這個行為舉掃可能會導致大規模危機 但是美國的參議院共和黨的人 已經兩次阻止提高債務上限 以防止違約 除了白宮和財長說話之外 最新美國國防部長都出來說話 在一份聲明中就表示 如果美國出現違約的話 將會破壞該國國家安全所依賴的經濟實力 而他自己目前沒有權力或者能力 去確保美國的現役人員 退役人員 或者承包商 簡稱美國士兵和軍工企業 能夠拿到筆錢或者準時出糧 還說到240萬的退役軍人 40萬的承包商的福利都面臨著風險 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國軍方也不會是唯一的受害者 因為聯邦承包商 大公司 小企業都會在這個違約的情況下 遭到延遲付款 即是想不到美軍都開始無量出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贊同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 準備 好 我們下期見